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玩个游戏 叫做《汉图古词》 首先我给你们四个图看一看 有乌龟 有兔子 有个碗 有人跑一步 究竟是什么呢 让我给你们一些提示 这是一个依索预言的故事 有关乌龟和兔子赛跑的比赛 比赛开始的时候 兔子领先的乌龟很多 兔子看到这个情况开始轻敌 他走到一边睡觉 结果如何呢? 乌龟最得上 乌龟最后取冠军 你们猜到是什么了? 你们很聪明 对了 就是龟兔赛跑 好 让我给你们四个图看一看 是什么 今次有心 有花 有个样子好像喷了气 然后还有一种好像云的物体 是什么呢? 我给你们一些提示 是一个成语 形容心情好像盛开的花 一样那么舒畅 那么开心 有另一个相反词 这个相反词叫做 闷闷不乐 好 多看一遍图 好了 你猜到没有? 我相信你也猜到了 给你们个答案 就是心花路放 好 再看下一个图 下一个图是有蛇 有老鼠? 有个钟? 还有蛙 还有蛙 是什么? 嗯 很奇怪 究竟是什么? 给你们一个提示 是一个成语 意思是形容坏人勾结 或者形容两个坏人 互相做一些坏事 坏人也是做坏事 是不是? 那究竟是怎么样呢? 多看一遍图 猜到没有? 我想你猜到了 给你个答案 没错 就是蛇鼠一窝 好 再看下一个图 有个琴剑 有枝旗 有本书 好像有图画 不知道是什么? 你猜到没有? 给你提示 琴棋书画 好 接着我们再看下四个图 是四门的艺术 是四门的艺术 起源在中国的 所指的是 古琴 围棋 书法 和绘画 再看一遍图 好了 你们猜到没有? 我想你猜到了 给你个答案 没错 就是琴棋书画 好 接着我们再看看 下四个图是什么 嗯 有个好像老一点 有个年轻一点 有个古时候用的 好像一些水的器皿 嗯 接着有个英文字 不知道是什么 嗯 要给多一点点提示 可能就容易一点了 原来是一种 传统家常的粤菜 用豆腐 加蛋 加鱼肉 都是精神的 没有骨 很适合老人家和小朋友吃的 哇 这道菜很适合做新年祝贺词 那你猜到没有? 给多一次个图你看 嗯 我想你猜到了 我直接给你答案 没错 就是老少平安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了 这个是有一对手 有门 有眼 有座山 不知道是什么来的呢? 好 给点提示你先 是一个成语来的 比喻说话和写文章的时候 直接表达 一开始的时候 就进入了正题了 好 那你猜到什么了? 好 再看多一次 我想你猜到了 我给你个答案 好 没错 没错 就是开门见山 我们再看下一个 好 努力 哇 有粒糖 有波板糖 嗯 还好似 有两颗蜜糖 嗯 知道什么来的呢? 给点提示给你 是一个成语来的 指人的耐心 觉得很快乐 很幸福 很舒适 嗯 我想你猜到了 好了 给你个图里看一看 嗯 我知道你知道答案的了 没错 就是甜甜蜜蜜 好了 我们今天活动就到这里为止 多谢